清潔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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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使用化妝水來做一個導入的動作 那現在呢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化妝水 首先先取出適量的化妝水 倒在化妝棉上 像我這樣子 滿滿的化妝水 然後呢 清擦在臉上由裡而外 由下而上的動作 慢慢的擦拭 先清擦一遍喔 清擦完之後要拍打 為什麼要拍打 因為這樣子水分才可以吸在皮膚底層裡喔 那拍打的次數呢 大概是年齡乘以三倍 所以呢 如果30歲就90下 那這邊呢 做一些小叮嚀 就是希望大家用的化妝水是沒有含酒精的 原因是酒精雖然有收斂的效果 但它同時也會把你水分蒸發走了 那會建議說如果想要達到收斂的效果 可以把化妝水拿去冰箱冰 那如果覺得太麻煩 就是每次在用之前呢 先倒在化妝棉上 然後把化妝棉呢 放在一個夾鏈袋裡面 拿去冰箱冰 它敷上去呢 有鎮靜的效果 那化妝水使用完之後呢 我個人喜歡用精華液 尤其是在夏天這麼炎熱的天氣呢 皮膚很容易出油 那出油表示你油水不平衡 所以我們要補充水分 那水分呢 的補充除了剛剛用的那個化妝水之外呢 還可以加強精華液 那白天呢 我們可以用修護精華液 晚上呢 我們可以用活膚的精華液來使用 那現在我們要示範使用這個 修護的精華液 那我們一樣取出適量 塗抹在臉上 那可以發現呢 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清爽 而且不黏膩 那藉於塗抹的時候呢 也可以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來讓皮膚加強的吸收 稍微拉提一下 可以讓臉部的線條往上 那剩餘呢 脖子的部分呢 也可以新鮮帶過 擦勻之後呢 發現精華液很快的吸收在皮膚裡面 完全沒有負擔的感覺 而且皮膚非常的飽水又滋潤喔 那夜間保養的時候呢 我就習慣使用這種有活膚效果的保養品 來保養我的肌膚 最後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乾性皮膚 而且又要常上妝的人 我會建議再加個潤折霜 讓剛剛上的這種水分 比較多的保養品 完全鎖住在皮膚裡面喔 那我們一樣取出適量的潤折霜 那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兩頰比較乾 所以我會在我乾的地方多加強 那如果T字比較油 就輕輕的帶過就好了 那記得脖子也可以帶到喔 像我自己脖子也是很多紋路的 所以我都會把剩餘的保養品 連脖子一起帶過 如果呢你的皮膚還是嚴重缺水的話呢 有時候可以用面膜來保濕 也是一個好方法喔 像我平常常出外景或是常化妝的時候呢 我就喜歡敷面膜 一個禮拜大概敷二到三次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是生物纖維面膜喔 那生物纖維面膜呢 它有個好處就是它的服貼度非常的高 所以可以跟皮膚完全的緊密在一起 這樣皮膚的保濕度就更容易吸收了 還有呢它的緊實呢 可以讓皮膚更拉提 所以有提拉的效果喔 敷完臉之後呢 我的皮膚呢 變得非常保濕有光澤 而且這樣子上完底妝之後呢 皮膚也非常的透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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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喔 喔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